海康太阳能4G摄像机 这款就是和无电无网的场合 比如说果园 水库 鱼塘等 你只需要在所监控的区域 找一个位置把它安装上就行了 电源线 网线 这些通通的都不用 看一下结构 上面是太阳能光复板 空转电压 我测试是6点多幅 给内部锂电池充电 官方标注的是内置三元锂电池51.46瓦时 官方给出的续航时间 低功耗实施模式下是1.5天 休眠唤醒模式下是11天 但是要满足后边括号里边的条件 看一下前面 这个是红外补光灯 镜头 光明器件 这个孔里是实音器 下面是雷达探测器和PIR探测器 也就是红外探测器 检测范围是12米 下面有个盖子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你看网口 它在这里你调试什么可以用这个 这个卡是插SIM卡的 它出场自带一个中国电信的无联网卡 可以直接插到这里 上面是插存储卡的 虽然可以支持256G 不过摄像机本身内置8G的存储容量 中间这一块是指示灯 这个是复位按键 这有个开关 现在是关状态 怎么需要调试的话 就把这个打到开状态 你看开始启动了 指示灯亮了 电源开关重新关闭 插入无联网卡再打开 为了保险期间 外接12V电源 相机启动成功 等待注册平台 这些注册添加和咱前面介绍的4G摄像机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就不演示了 反正无电无网的场合下 你选这种太阳能摄像机就对了 你想让我怎样测试 可以在视频后面留言 咱们就测一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